这步哨作为鬼吹灯里的战力天花板 与盗墓笔记中的张启林究竟谁更厉害 两人同样是书里面的绝对高手 他们不仅每次出现都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绅士背景更是一样的离奇 这步哨是鬼吹灯中战力最高战绩最多之人 作为班山道人中百年来的极大成者 这步哨的身手与技能更是非凡 他擅长口技能模仿各种动物的生命 这步哨的名号也是因此 曾在龙领迷哭靠口技下推墓室里的野人 这步哨的枪法也出神入胖但无虚发 有洋人从背后掏枪打他 他却投也不回地直接命中对方胸袋 龙领迷哭中他也多次展现自己的枪法 在牧师中枪击瓦片不足够不灭 而这步哨最知名的公主莫不如魁心踢斗 施展出来便是成形的事先也躲不过去 曾大战湘西是亡 用魁心踢斗卸掉他的大罪 然而这样记忆高绝之人却一生被命运捉命 他与族人出生便背负着千年诅咒 为了解除诅咒 这步哨终生都在寻找牧城珠 最终在飞水城失掉一条手臂 远赴美国娶妻生子 60岁左右死于家族诅咒 张启林是北派张家的诅咒 他在原著中拥有不死之声 右手食指和中指二指立大罗群 擅长寻找牧学破解机关 这也是发丘中狼将的看家本名 张启林还精通缩骨术与异容术 会说多门外语 体内的麒麟血百毒不清百存不尽 还可以驱走重子之类的现象 曾令千年女士下国 可以说是开挂般的存在 为青铜门守门十年后 与铁三角隐居与村过上了平静生命 张启林这个人物无疑是非常先骨 但和这姑少比起来 却难免会有种巨大的虚幻挑描 男派三叔赋予她的种种光 让她更像是神医般的存在 这姑少是普通人的天花吧 而张启林可以说是脱离了人类范长 就像拿天龙八部的乔峰和西游记的如来 设定不是同一次元的两人根本无法理解 不过如果实在硬要比较的话 大概还是拥有麒麟血的张启林更胜利 再加上长生这一半比较长 更年的积累怎么也能胜过江江活了六十岁的这部生 而如果两人都是血肉之躯 张启林没了麒麟血和长生吧 单论身手和个人实力的 大概率会是这姑少更强 而且这姑少还是个神枪手 完全可以进行远攻 并且如果读作者笔下人物的起人论起 这姑少也绝对能够碾压张启林 鬼吹灯中究竟哪座幕最难道 如果从惊悚指数和难度指数进行排序 有三座幕可是让摩金三人组九死一生 首先是昆仑神宫的九层妖塔 不过首先要解释一下 九层妖塔与惊爵古城的九层妖楼是不同的两尊 九层妖楼是古代魔国历代君王的林寝的殡杆形式 每一层都布满了奴隶的穀海 并且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火条虫 人一旦碰到就会被燃成灰烬 而昆仑神宫中九层妖塔 则是魔国第一代鬼母念凶黑炎的 念凶黑炎的水晶势力藏移着无数冰条虫 这种虫子比火条虫更为苦 因为它们可以在冰与火之间自由转化 人一旦粘到就会迅速被全身流动 这里还有可怕的当年骄 诡异程度堪比玄魂踢的影子厄罗海城 胡八一等人不仅能在两千里的地下看到灵光 所有的房间更是干净到一尘不染 并且还有一锅煮了千年的牛肉 也是在这里胡八一等人解除了红斑嘱咒 其次是云南虫谷的献王面 云南虫谷是鬼吹灯系列评价最高最精彩的一角 献王墓也是粉丝认为危险系数最高的一座面 陈玉楼曾带着谢灵人拍庭帐 结果一行人近乎团灭 这个墓最大的危险就在里面 天然屏障遮障遮龙山和献王的同事 由于遮龙山错综复杂的地貌环境 就连墨金树在这里都很难起到作用 而虫谷之中更是独障幻药 不仅有各种独虫怪物的存在 比如恶罗发尸鹅或是不死 青灵巨蟒刀齿破鱼的 还有各种机关制造的陷阱 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困其中 而其中最难搞的莫果于 献王红树造就的同意 他们数量庞大攻击力失败 更何况献王本身就是一个事故 根本就不是人力可破的 鬼吹灯也一直流传着献王墓飞天尊不可破的门 如果不是凭借从飞机上找到的芝加哥达 墨金三人组可能早已在献王位增丧了 最后是乌霞观山的地仙村 这个墨危险系数高的主要原因有在 一地仙村本就是观山泰宝大墨 观山泰宝凭借获得的天书和武术 使得这座墨学盗掘难度系数非常之高 二地仙村内各种神秘莫测的机关 观山泰宝熟知对四大门派及其了解 专门针对摩金校尉设立了种种机关 无影仙桥化地为门九宫师傅 还有墨道之中的连环机关等步步凶起 让摩金三人组织进了口 三地仙村内的怪物虽然不多 但个个都疾难对付 水火不清刀具无用的事件 奉拥而至啃光一切的棺材传 还有防盗终极机关九死金银子 相传南越王牧和汉武帝流车的 冒铃也都买了词杂 再加上一个分不清敌友的孙教授 整个冒险过程都充斥着阴谋国际 危险程度可见一斑